小小的动物园里,新宁野生动物园本不算起眼。 但是这几年,有不少游客会专程从外地过来, 只为看一看那几只让他们颇为牵挂的雪豹。 比如这位傲雪,2016年出生, 在当时是中国唯一一只人工繁育的雪豹。 又比如这位,大虎。 不弄自威的大虎,在雪豹界已是冒蝶老者。 但他从出生就被牵手遗弃, 进而被牧民发现,将他送来新宁野生动物园。